穿着白色长袜留着一头长发 上半身疑似全落 但仔细一看 女子站的地方是国道上的隧道内 再看一次画面 驾驶开着车就在隧道内 发现这名疑似一丝不挂的女子 害得驾驶差点撞上 随后也将这段惊险过程po上网路 只说在隧道看到全落女子好吓人 重回到女子站的隧道 这里是国三甲实定往台北联络道路 驾驶当时惊魂未定的表示 大半夜里怎么会有人全落 还好有减数才没酿成意外 而女子的行为也已经触罚 路下影片的车主随后报警 巡逻警车当时前往隧道查看 女子已经不见踪影 在这个案发的地点 那最近的出入口就是这个万方交流道 那附近它因为是有高架的情形 那旁边也都有围离 那没有工行人可以突破的地方 警方表示快速道路附近都是高架桥 设有围离 不知道女子当时为何出现在隧道口 再看一次画面 整段影片也在网路上引发讨论 不少网友直呼好恐怖 而究竟女子为何会疑似全落出现在隧道内 警方仍需调阅相关监视器 进一步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